兩名救護人員抵達現場 不斷幫這名倒在地上的婦人 進行急救 接著將婦人抬上擔甲送醫 過程中 救護人員不敢大意急救的雙手 沒停過 持續按壓 婦人的一雙鞋子 和個人物品散落在地面上 而事發當下報警的歧視 受到不少驚嚇 回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我看一看 我頭過說這裡也要放在這裡 保護一下而已 我不敢愛 其實當時騎車路過這棟大樓 機車卻突然不明原因拋錨 才剛停車準備檢查 身旁騎樓處卻喘出一聲巨響 還以為有人從高空亂丟垃圾 上前仔細查看 才發現倒地的是一名婦人 騎士表示在熱心報警之後 拋錨的機車又突然可以發動 警方也急忙聯繫大樓管理人員 鬥場協助指認 最後確認婦人是大樓住戶 也將持續追查婦人墜樓的原因